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 从木材的头骨来看 这应该是大熊猫 而且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骨架 我觉得这应该还是在清零北坡的 2000年前的古墓竟然挖住大熊猫尸骨 墓主人是谁 为何要让大熊猫陪葬 难不成大熊猫在2000年前就是国宝级动物吗 墓主人难道是那位皇帝吗 经过对墓葬的勘探发掘 主墓室竟然不翼而飞 随着发掘深入 成千上万的金银珠宝重见天日 一段尘封的历史也浮出水面 2016年西安考古队员得到消息 据当地村民所说 在白鹿园一处高山上有人挖出了骨头 但这骨头像人但又不是人 即便是受骨对于考古来说 也是有着重大意义 经过历史文献对比 专家们发现这座陵墓遭到了多次盗绝 为了将剩下的文物尽快保护起来 专家们带上工具来到所说的位置 马上展开了勘探工作 随后在山体周围发现了大量的外葬坑 专家着手发掘 在确认好位置后 向下挖了八米余深 突然出现了大量的金银器 粗略估计大概价值在三万美金 清洗之后发现 这些金银器刻有各种各样的瘦纹 这华丽程度足以证明这个牧主人的地位非同一般 随着外葬坑一同发现的还有许多动物尸骨 其实用动物陪葬在古代是皇室墓葬常见的陪葬规格 这不由得让专家细想这人是谁 竟然能够以皇室的规格下葬 随着发掘陪葬坑各种各样的珍惜动物的骨骼 一一显现了出来东边是秦类西边是兽类 共计三百余具兽骨遗骸 还发现了一个坑中埋葬着的一头鹿龟和一只鹤 寓意着龟鹤延年 突然一位工作人员惊呼有字 专家们顿时来了精神 有字就说明可以得知牧主的身份 专家们感到一看发现是没印章 上面刻着长信旧三字 长信长信公 难不成这是汉高祖刘邦妻子搏击木 回过神来 专家们连忙查看史料 经过对比确定这就是伯太后搏击之墓 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何会有大量珍惜动物陪葬 据史料记载 伯太后生前喜好饲养珍奇野兽 在上林院养着高达六百头珍惜动物 金丝猴 猕猴 犀牛 甚至还有已经濒临灭绝的猎灵 显然伯太后在自己死后仍放不下荣华富贵 企图在地下也建造一个上林院 专家边走边想 停到了一个刚刚发掘出来的藏坑 看着里面的尸骨越来越眼熟 思考片刻后 专家瞬间惊大了嘴巴 2000年前的古墓竟然挖住大熊猫尸骨 墓主人是谁 为何要让大熊猫陪葬 难不成大熊猫在2000年前就是国宝级动物吗 墓主人难道是哪位皇帝吗 经过对墓葬的勘探发掘 主墓室竟然不翼而飞 随着发掘深入 成千上万的金银珠宝重见天日 一段尘封的历史也浮出水面 随着最后一个藏坑发掘 共计出土300个动物藏坑 专家走到一个藏坑前 仔细端详了一会儿 额头突长全尺尖利 越看越眼熟 突然惊叫道 这不是国宝大熊猫吗 这一声惊呼引来了众人的围观 这具尸骨头朝地灵 尾朝西边 周围保护用的围栏和其他动物相差巨大 用的是特制的砖栏 这种结构可以增加动物埋进去 以后的稳定性 专家仔细研究后觉得 这应该是秦岭以北的熊猫品种 同时史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未穿千亩竹 说明当时的环境 还是非常适合熊猫生存的 而大熊猫陪葬 在考古界也是首次发现 古人尊从誓死如誓生 会按照逝者生前的生活习惯和爱好 打造一个相仿的地下世界 也许伯太后是过于喜爱大熊猫 才会将其和自己一同陪葬 同时和动物一起从葬的 还有一个陶涌和一个陶罐 陶罐里还装着各种各样的种子 专家讲这应该是代表了动物的饲养源 和动物所吃的饲料 专家们将重心放在陶涌身上 发现有四个陶涌在烧制前 都做好了汉朝服装一同烧制 研究人员将其称之为素衣式陶涌 专家们得以从这些陶涌中可以看出 当时汉朝人民的生活细节 而这些素衣式陶涌的每一层衣物都十分细致 甚至根据人物动作做出了医者 这一位研究汉服提供了食物参考 就在这时一位考古人员带来消息 祝牧师找到了 2000年前的古墓竟然挖住大熊猫尸骨 墓主人是谁 为何要让大熊猫陪葬 难不成大熊猫在2000年前就是国宝级动物吗 墓主人难道是哪位皇帝吗 经过对墓葬的勘探发掘 主墓室竟然不翼而飞 随着发掘深入 成千上万的金银珠宝重见天日 一段尘封的历史也浮出水面 一行人急匆匆地赶到山头 经过勘探人员的探索 发现风土东边下面有一个亚字形的墓室 接近风土那头窄 反而离开风土层却越走越宽 这和正常墓葬完全相反 墓室的中心和风土中心相差近100米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有人故意为之 还是因为被盗严重 后人重修风风土时产生了偏差 专家相继查阅了资料 发现在西汉地陵中 风土偏差并非个例 汉高祖刘邦的长陵 汉惠帝刘盈的安陵 都有着类似的位置偏移 专家心中萌生了这个想法 有没有可能这是为了防盗呢 故意将风土错位掩人耳目 得到这个结论之后 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毕竟是皇家陵园 怎么可能会记错位置呢 根据史书记载 伯基的经历可以称得上传奇 早年的他嫁给了魏王魏豹 魏豹本姓姬 是周文王姬昌的后人 公元前209年 魏豹虽陈胜起义反秦 期间攻下魏帝二十座城池 项羽立魏豹为魏王 秦国灭亡之后 魏豹归顺了刘邦 在攻打楚国时 错估了刑事认为必败 以探亲为借口 带领数千精兵叛逃刘邦 后被楚军大将周科击败 而伯基则进入了汉王刘邦后宫 在这里开始了的传奇的一生 在与刘邦一次同房后 次年诞下一子名刘衡 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 在刘衡八岁那年 被刘邦封为代王 发配边疆 最后就少有机会再见到刘邦 刘邦与公元前195年去世 刘邦的贵妃吕后 开始秋后算账 看到刘邦生前宠幸的妃子 都将他们打入冷宫幽禁起来 太子也相继被害 刘衡作为代王被发配至边疆 并看到伯基无心无欲 也并未与刘邦过多亲近 见没有竞争皇位的可能 然后就没管他们母子 伯基得以出宫 随后跟着被封为代王的儿子刘衡 逃到了代王封地 在公元前180年屡后去世 大臣们受过了屡氏势力 集体拥护刘衡登基 所以迎回刘衡 立为皇帝叫汉文帝 伯基也从王太后摆成皇太后 随后在刘衡的妻子 窦太后诞下一子后 进而被封为太皇太后 正是伯基的聪明才会和隐忍 不和吕后期正面冲突 才能够走到这一步 而刘衡在位24年间 看中得志兴盛礼仪 着重当时的农业发展 特别是主张废除了肉刑 这正是中国法律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对后世的影响巨大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有什么见解欢迎留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